绿宾东方海绵的热带性低气拉 是在昨天下午行程的 目前它距离我们大概还有 1500到1600公里左右 目前比较多的预测资讯显示 它接下来慢慢的行程跟发展 强度来说是以轻度台风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大概是明天前后这段时间 会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时间点 绿宾东方海绵的热带性低气拉 是在昨天下午行程的 目前它距离我们大概还有1500到1600公里左右 预计它未来是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往琉球南方海面接近当中 首先在强度的部分 我们预计它未来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 不过现在来说它整体的环流跟结构 还需要一些时间整合 所以可能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期间之内 是有机会增强为台风 再来是路径的部分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变成台风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观察 它实际上变成台风之后的位置 还有它后来的强度变化 还有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跟强弱的变化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它后续的路径跟移动 到底是会比如说比较偏北就北上 还是会说会往台湾这边接近 因为现在数值模式的预测资料 还是很分歧 虽然有比较多的资料 有慢慢往台湾这边接近这种修正的趋势 但是因为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 我们建议还需要一天到两天这样的时间来观察 大陆的命名它的意思是白色的路 那它先前就是海焰台风 因为造成很大的灾损 所以海焰台风除名之后 新增加的名字 我想要请教的说 刚才说有可能往北偏或是往台湾靠近一点 当中的关键可以再帮我们讲细点 有可能是什么的因素吗 刚才讲到台风到底在什么位置 对不起 台风到底在什么位置形成 还有它接下来强度的变化 跟太平洋高压势力范围的变化 因为我们预估明天之后太平洋高压势力 是有慢慢要增强 但是它实际上增强的情况 和它往西伸展的范围 是不是如数值模式 现在所预测的那样子 都会影响到台风后来的路径是 比较偏北的角度多一点呢 还是往西偏的分量多一点 那这对它的路径的影响都蛮大的 那如果是偏北或是稍微天西一点 分别对台湾的影响 会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当然如果说比较偏北移动 就是从琉球海面北上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 主要是海面为主 当然如果比较往西偏的分量多一点 也就是往台湾这附近 直接接近或者是甚至影响的话 对各个地区的影响程度 就必须是到时候台风 到底是以怎么样的角度 或是它是以什么样的强度 来接近我们 因为它过去几天都稍稍长长 现在的环境到底有没有利于它 就是发展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况 它现在所处 这个热带星基地下 现在所处的环境 海面的温度是够的 不过我们有观察到 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 大际环境的条件 比如说垂直风切等等来说 整体来说并不是那么有利 它非常快速的就发展起来 所以它在过去这一两天的时间 其实都还在缓慢的调整当中 那一旦热带星基地下 有比较明显的组织环流 跟发展起来之后 它会有个自我加强的一个效应 那这时候如果它变成台风之后 增强的情况就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那未来这一周的那个天气 会不会也受到那个台风的一些影响 好 这几天的天气 今天我们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天气能量是不大稳定 像清晨到上午 云林以南跟台东 都有一些震雨或雷雨的现象 气象局现在还是针对高频地区 发布大雨特报 那下午过后 各地可能还是要留意 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现象 也要多注意我们相关的一些特报 或者是即时讯息的更新 好 明天呢 水气会逐渐的减少 那刚才讲到太平洋高的势力 有逐渐增强 所以明天大概各地来讲 恢复成比较偏向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高温炎热 但是在像中南部沿海地区 可能在清晨这段时间 还是要留意 有时候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那星期五的时候 冰封面的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震雨 西半部是维持午后震雨的形态 那周末的天气就必须是 那在新低下 或者是有可能变成台风 它是怎么样的接近 跟影响我们而定了 刚刚说是六七天比较接近 那这个台风 如果以目前来看 它是因为六七天 它强度有可能会 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以目前比较多的预测资讯显示 它接下来慢慢的形成跟发展 那强度来说 是以轻度台风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有没有说 现在如果要比较明确之后 它未来怎么走 关键或是落在哪一天呢 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模式的预估是 明天开始太平洋高的势力 是有慢慢要往细伸展跟发展 然后台风或者是落在新低下 也比较有机会在今天到明天 这段时间形成 所以大概是明天前后这段时间 会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时间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